電影熔爐敘說韓國聽障學校爆發怨聲遭校內教職員性侵 恐怖情節在花蓮翻版上演 怨聲執政莉莉被吃豆腐甚至還有著被性侵 花蓮一處其能發展中心怨聲遭性侵 原來從上到下知情不報 60多歲張系行政組長對弱勢怨聲聲狼狀 衣室 房間甚至是他的辦公室無處不承受遇 受害女怨聲至少四位 很久以前不知道就知道了 天真若是孩童就怕被趕出去 沒地方住不敢多說 直到離職護理師深入了解性侵事件才曝光 也許他們長的長呆呆呆 可是他們的天真無邪是 也許是我們一般正常人都沒有 還好有無心護理師勇敢揭穿這頭 惡狼中背帶 也讓女怨聲放下心中大事